今天這個格仔曲奇 其實你在街上一定見過 或者吃過的 但其實你沒想過是可以自己做的 不是那麼難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曲奇餅 你一定要學 因為當你自己懂得做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曲奇餅裡面 是有多少牛油和糖的 材料有低筋麵粉、雞蛋、牛油、糖和朱古力粉 第一步我們首先要把牛油 將它打到變成一個淡白色和起角的狀態 當然啦 你有這部機器就很方便了 但如果你沒有機器 用手打其實一樣可以的 這個目標是要將空氣打入牛油裡面 曲奇吃出來就會很鬆化 不要忘記 在你開始做所有東西之前 首先第一件事 你就是要先預熱烤爐去170度 要不然當你做完之後 就會發現烤爐還沒預熱 這樣你就會浪費時間了 牛油打到這個狀態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砂糖下去了 用一個慢速一點來打砂糖 牛油和糖混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篩一些麵粉下去了 為什麼要篩這些麵粉呢 因為麵粉裡面有些粒粒在裡面 就是要過了這個篩 就令到它油滑了 這一種曲奇餅 其實是不需要加Baking Soda的 即是那個Soda粉 我們這個麵粉 篩下去之後 我們預備兩隻蛋 首先將它打均勻一點 不斷拌一拌 牛油和麵粉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上雞蛋 一起拌勻 可以的話就逐少 這樣會均勻很多 一次過倒進去 那它就會很容易 起好一些很大的粒粒在裡面 做好了一個麵團之後 這個就選擇了 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加少少雲呢拿的香油 兩滴就可以了 加了下去之後 你看到現在是這個狀態 我們大約把它分成兩半 這一半就是黃色的部分 這一半就是朱古力的部分 這一半就是朱古力的部分 就放一些朱古力粉 朱古力粉就不是平常用來熱朱古力的那些 因為裡面有糖 又有奶粉 這個朱古力粉就是專門來做甜品的 就是那些100%的可可粉 接著呢 我們預備一張保鮮紙 然後呢 現在呢 因為那些牛油呢 其實是好像 軟雪糕那樣的狀態 那我們呢 要把它放回到冰箱裡 冰硬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造型了 冰硬它呢 我們就要把它包住 在一張保鮮紙那裡 那處理器上來呢 就方便很多了 那做完朱古力味之後呢 那這個 白色這個雲尼腩味呢 也是一模一樣的做法而已 兩份都包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了 中間那裡啦 我想放大約最少都要兩個小時的 這兩塊呢 就已經冰好了 你看看這個質感呢 有點硬的 好啊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把它滾扁 把它滾到大約 1cm 好啊 將兩塊都滾扁了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把它組成的造型了 現在呢 都比較黏 所以就不用加雞蛋了 如果它很乾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要加雞蛋 將兩層黏起來 將它收到那些形狀一模一樣 好 將兩塊這樣搭起來之後呢 為了防止它黏在一起 即是防止它黏著桌子 那我們就放一點麵粉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切成條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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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梅花間竹一樣放 這樣啊 這樣子啊 然後呢 這部分是黃色 我們就有一個 這樣的條狀形狀 然後我們把它切片 每一塊就會有不同的格子 你不要看這個曲奇好像很細塊 其實這個曲奇放進去爐子之後 它會發大 接著我們就把切好的曲奇 就隔軟一點 放進去鋪爐子的盤上 15分鐘之後 兩種口味的格子曲奇就出路了